欢迎来到美厅 中年以后,你的节度完了,福就来了 在许多民间小说中,修道者都必须要经历一道坎,渡劫 只有经过劫难的洗礼,才能脱胎换骨,让修为更近一层 人这一生,也是一个不断渡劫的过程,你的节度完了,福就来了 年轻时,我们总徘徊于各种酒桌聚会,认为多个朋友就是多条路 经历多了才发现,流连虚情假意的圈子,除了消耗自己,别无意义 博主封酒楼,讲他父亲的一段故事 父亲喜欢看武侠,最向盲储留香与胡铁花,李寻欢与阿飞的友谊 面对生活中的好友,他更是有求必应,不计回报 朋友远道而来,他必定亲自安排车接车送 朋友家里人生病,他帮忙出钱寻医,办理住院 朋友资金周转不灵,他也定是第一个出手相助 可现实却狠狠地给了父亲一巴掌 一次,父亲投资失利,生意面临破产 本以为那些曾受他恩惠的朋友会帮他 但他打了几个电话,朋友要不推辞,说家里有困难 要不就三言两语糊弄过去 反而是几个不常联系的朋友,打来电话询问父亲是否需要帮助 经历此事后,父亲不再对谁都掏心掏肺,只和几个知心好友来往 老话说,有钱有九多兄弟,患难难得见一人 历尽人情冷暖才明白,我们真正在意,同时又在意我们的人,就那么几个 人生后半场,不必将太多人请进生命里,有知己二三,便足以为余生 二,欲望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圣龙发公司的董事长江元晨早已自产过矣 然而钱多了,心思也就花了 名利尽收的他,整日纸醉金迷,乐不思数 家里的大小事一律不管,孩子的教育不上心 就连父母生病住院,他也懒得去探望 他对糟糠之妻满是嫌弃 甚至为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不惜抛弃弃子 后来,他生意失败,四处借钱,却无人理会,只能沦落街头,拾荒为生 而当他后悔不迭,想要再次回归家庭时,妻子和子女却不愿接他回家 一个守不住自己欲望的人,必然守不住自己的家庭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有断婚外情,他写信给妻子,表示要离婚 不想妻子只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你要是真走了,就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下来给我 他听了羞愧难当,下定决心,将妻子和孩子接到身边,好好过日子 妻子在后方打理家庭,他开始专心办玻璃场,几十年不忘初心,终成一番事业 年轻时,我们难免被声色犬马吸引,流连于花花世界 止不住对名利的渴望,奢求那些不切实际的虚荣 但一遭落寞才明白 只有家,是我们栖息的港湾和最后的退路 病气外界诱惑,细数当下拥有,琐碎的日子也洋溢着幸福 45到55岁是人生旅途的沼泽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大不如前 可肩上扛着房带,车带,背上驮着老人小孩,身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 越是如此,我们越要调整人生的次序,把健康放在首位 时尚杂志前,编辑袁小娟是杂志界公认的工作狂 她日常的工作量是普通编辑的三倍 常年奔波在出差的路上,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长期的透支,让她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2006年7月,袁小娟觉得胃部不适 检查后才发现已经是胃癌四期 得知病情后,袁小娟每天在病房以泪洗面 她说,我感觉我身上的癌细胞在四处流窜 晚上一个人时,眼泪忍不住地流 我想儿子,她才八岁 我至少也要再活十年,等她成年啊 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妈妈她会怎样 为了给她治病,家人卖掉房子 花光积蓄,可还是无力回天 奇葩说,宣守秋晨说,死亡才是对生命最精准的教育 她在节目中分享了自己的抗癌经历 36岁的时候,她确诊了甲状腺恶性肿瘤 和病魔缠斗了一番,她得以死里逃生 手术之后,她用不着医生逼,家人催,主动改编作息 每天坚持锻炼,学着早睡早起 并一次才知道,养好身体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无论是游泳,跑步,还是有氧操,动起来 把身心调适到最佳状态,才能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顾好家庭 4.失败节 1993年,41岁的陈凯歌凭借《霸王别姬》 《风月的编剧》 卢伟一口气提了十几条建议 但陈凯歌根本听不尽,两人不欢而散 卢伟说,自从她获得大奖,一切都变了 说话以大师自居的姿态,一下就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开了 后来,王安逸担任了《风月的编剧》 但和陈凯歌的合作也并不愉快 王安逸回忆说,每次与陈凯歌在剧本上有矛盾 他一句,这是我的东西,就让他哑口无言 结果个人意志高于一切的《风月》 没能过审,投资人赔的血本无归 回忆起那段经历,陈凯歌主动检讨说 《风月是我犯错误的一个阶段》 意大利将军卢贝尔说,人最得意的时候,常有最大的不幸 顺境时,把心气收一收,往后才能少栽跟头 作家麦家曾因走红,一度迷失自我 在书迷合出版商的追捧下,他开始飘飘然 2011年,他仅用三个月便完成了30万字的小说《刀尖》 结果遭到了众多书迷的质疑和批判 他花了很长时间检讨自己,并公开向读者道歉 此后,他开始沉下心来阅读思考,打磨每部作品 八年后,他的人生海海,一经问世便斩获大奖无数 到了一定年纪,最怕的就是身披荣耀时,却忘了看清自己的实力 意识自大,一朝跌落,就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 若想要重新站起来,又不知需要多少年的打拼 风光时别自傲,认清自己的位置,今后的路才能走得从容 五,贫穷节 1993年,英国作家J.K.罗林遭遇婚变 丈夫不仅家抱他,还将他已完成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手稿藏起来,以阻止他离开 他费尽心思,才带着三个月大的女儿逃离丈夫 可当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还要接受九个月的抑郁治疗,很难获得女儿的抚养权 被逼至绝境的他,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女儿,还要一边挤出时间来写作 最困难的时候,他要靠政府的救助金生活 他经常带女儿去咖啡馆坐上一整天,只为省点钱,省点店 直到1995年6月,他顺利完成治疗 离婚申请得以批准,他才得以获得女儿的看护权 可他的生活依旧困顿,他不敢懈怠,只得马不停蹄地继续赶稿写稿 终于,他在次年重新完成了手稿,并被罗姆伯格出版社看重 这才走出了那段幽暗的时光 很认同一句话,凡是磨你的,必是度你的 越到中年就越发明白,没有人能逃过生活的锤打 家庭的重担,生活的压力,有太多暗淡无助的日子,需要我们独自去挨 但请你相信,越靠近黎明前的夜,就越是漆黑 做好眼前事,折服前行,当我们走出了困境,便是远大前程 人生半坡,处处有坎,处处是劫 也许我们都曾被他激得生疼,打得气不成声 但忍受了抽筋扒皮的痛,就会长出坚韧的筋骨 那些历过的劫,受过的难,将是你余生的福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